中共山西省委員會大樓門口 昨天清晨發生連環爆 造成一死八人受傷 陸媒報導 目前太原警方已抓獲一名嫌犯 雖然沒有更多訊息 不過日本媒體已經推測 山西爆炸案反映了大陸上訪者絕望感 山西省太原發生連環爆炸案後 太原市長途汽車站隨即宣布 從太原搭乘長途客運前往北京的乘客 必須持本人有效身份證件才能買票 也就是實名制 站方還要核對人、證、票是否一致 符合規定才可近戰乘車 行駛中途不准上下旅客 對行機可疑 攜帶物品的可疑人員還將加強盤查 亞洲首富李嘉誠撤資中國大陸房產後 近日再次大手筆的減持 在大陸持有近20個年 唯一控股的上市公司長元集團 減持量達總股本的15% 套現達9.17億元 福建省福州市正在建設中的平山地鐵站 短短50天挖出從西漢至清代的上千件文物 都是千年古城的珍貴歷史文物 不過當局卻下令 考古挖掘必須在本月底前停止 目前100多名工人正在日夜趕工 希望挖出更多文物 否則時間一到只能忍痛放棄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到達 到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